北京时间8月20,中国力量张维利将坐镇美国波斯顿 在UFC292迎战巴西人阿玛达莱莫斯 未免女子草量及冠军腰带 其实不要说你们,就连我对莱莫斯也是知之甚少 有意思的是,经过我的调查发现 莱莫斯的成长轨迹很像电影《百万美元宝贝》的女主角 既然我们今天是分析她和张维利即将到来的比赛 那就先从莱莫斯的生平说起吧 阿玛达莱莫斯,1987年出生于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贫民库 莱莫斯出道非常晚,虽然她一直在练习格斗 但直到2014年她27岁之前都没有参加过任何职业MMA比赛 没有比赛就不是靠打拳为生嘛 那知道莱莫斯是靠什么为生吗? 摩迪斯基,一边看摩迪一边训练 在她27岁那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她有机会参加一些当地的小型MMA比赛 结果惊人的4场比赛4次KO,全部一回合以内终结 如此强悍的表现让她获得了巴西国内知名赛事 丛林之战的初两级挑战权 莱莫斯也是抓住了机会 一回合断头台降服对手成为冠军 正当莱莫斯命运的齿轮高速转动时 上天似乎给她开了个玩笑 当时还在开摩迪补贴家用的她 不幸出了车祸,严重的伤到了自己的脊椎命悬一线 经过三次手术的莱莫斯不但要承担巨额的医药费 更因为不能够及时参加未免战而被剥夺了腰带 通过艰苦的康复,莱莫斯终于在一年以后恢复了训练 天伍军人之路 远在大洋彼岸的UFC看到了莱莫斯的表现 对她伸出了橄榄枝 然而大病出于愁出满志的莱莫斯 出征UFC的第一场比赛 就被打了个TKO 同时还被USADA查出使用违禁品康利龙 竞赛两年 当莱莫斯再次归来 她已经是一名32岁的新人了 正当所有人认为她只是又一个追梦人的时候 莱莫斯却绝地反击 通过一波七身一副 重新走进了白大拿的视野 并且在TKO同为女子草量级挑战者候选人的 玛丽娜·罗德里格斯后 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挑战权 虽然莱莫斯如今也不是毫无名气的新人了 但她依旧还是在最初的破烂训练管理 带着巴西小孩们一起训练 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 似乎这就是莱莫斯拼命战斗的动力 她是孩子们的榜样和希望 就如同百万美元宝贝那样 在别人不看好的年纪踏上擂台 在伤病和质疑中坚持 而现在她终于来到了电影的结尾 8月20日 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莱莫斯的技术体系主要是战力为主 她爆发力极强 拳腿很重 每分钟的有效打击在7.5次以上 我们可以听一下她的拳头打在对手头上的声音 是不是有点恐怖 莱莫斯保持这女子草量级比赛最少用时的记录 可见她是一位寻求速胜的重炮手 此外莱莫斯在地面还常常选择断头台作为降服武器 断头台是一个力量大于技术的角级 她能够在比赛中多次拿到断头台降服 那么说明莱莫斯的力量是非常出众的 莱莫斯虽然看上去比较销瘦 但可以看一下莱莫斯的下肢纬度 明白了吗 所以张伟丽一定要小心 这场比赛有几个博弈点 莱莫斯肯定希望能够站立上终结张伟丽 从身高臂长看 莱莫斯有5厘米的优势 在比赛中她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个优势 争取在换拳中率先击中张伟丽 从张伟丽以往面对玫瑰或者乔安娜这样的高臂长选手来看 在竞争之前会铺垫非常多的脚步移动和低扫 特别是前侧的低位踢击 通过对手不同的反应来决定自己是不是冲进去 而当张伟丽低扫踢空时 会有一个挨打的窗口 张伟丽必须要小心提防这时来自莱莫斯的反击 因为他的拳很重 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抗击打 总是用低扫来布置后面的打击 有可能被莱莫斯团队针对 那么莱莫斯同样也知道 号称麦灵枪的张伟丽全都分量 在中近距离和张伟丽拼拳 也不能保证就一定能占据绝对优势 所以莱莫斯会控制距离 找张伟丽踢腿的破绽 去打一些中眼距离的直拳 或者前促 在张伟丽攻击范围之外做试探和消耗 如果在开场后 张伟丽发现自己找不到好机会进去打中击 那么他很有可能会采取冲爆进地面的战术 莱莫斯战价比较高 帅他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特别是莱莫斯在有些时候 为了打出大力量 会做比较大幅度的轮板 这样就会给下潜近身带来机会 他在输给安德拉德的时候 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摆拳 直接被安德拉德闪避近身 拿到站立手臂三脚脚位置 然而这场比赛 莱莫斯肯定会非常小心的去出拳 张伟丽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大的空档 想要击败莱莫斯这样 靠爆发力吃饭的选手 必须要在缠斗方面做充足的备战 在缠斗方面 莱莫斯并没有经过大四代检验 他处于下位的时候很少 而张伟丽职业生涯多次使用柔术终结 我们看张伟丽的比赛 他在战力和摔方面 可能与别的选手相比 优势不是很大 但一旦进入地面 张伟丽的思维非常清晰 对优势位置的争夺很效率 无论是饼干姐或者是玫瑰 还是以前面对的选手 张伟丽都能够在地面取得一定的优势 这一点也非常有可能成为 击败莱莫斯的取胜之时 那么张伟丽如何才能把莱莫斯 带入地面并降服掉呢 莱莫斯又会做出怎样的针对呢 张伟丽想把莱莫斯顶到龙边并放倒 还是要取决于战力打击的效果 如果能够重击到莱莫斯 那是最好的 极大概率可以摔倒对手并压制 如果不能 那么就是通过拼拳或者重腿 近身顶笼子 不断消耗莱莫斯体能 直到莱莫斯无法在战力上 打出杀伤率巨大的重拳 被迫卷入缠斗 莱莫斯这边 他如果想把比赛保持在战力 不去地下 那么刺激的报价要稍微低一些 因为有断头他的威胁 张伟丽大概率不会直接下潜进来 所以抢刺激双一下冲爆的可能性很大 莱莫斯第一手准备反超夜下是必须的 那么张伟丽这边也可以看情况 使用高段腿法 或者速度很快的组合拳攻击莱莫斯头部 主打一个预判 进入地面后 莱莫斯主要还是靠力量强心战技 但张伟丽身体也非常强壮 谁更灵活就更有优势 这场比赛张伟丽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就是在战斗经验方面 张伟丽一共经历了五次冠军战 对大场面已经不陌生了 而从贫民窟走出来的莱莫斯 经验上差张伟丽太多 他除非有一颗大心脏 不然一定会在冠军职业紧张窃场 或者门户大开暴露破绽 起码会让他的临场表现下降20% 顶着这个debuff 莱莫斯在比赛途中会遇到 比如体力提前透支 因为紧张导致执行战术不力的情况 巴西选手又比较情绪化 难保不会出现意外崩盘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36岁的莱莫斯来说 肯定是他职业生涯最后的冲击了 27岁才开始职业格斗他 如今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人生已经足够励志 他只需要克服压力 把自己的毕生所学展现出来 就算圆满了 张维莫斯在UFC跌跌荡荡 如今也算是功成名就 不知道他此次比赛后 能不能升个重 去找子弹截或者格拉索碰一碰 金腰带肯定是一手一条比较好看 那么这场比赛 综合看起来张维莫斯的胜率会明显高一截 但莱莫斯也不是于难 张维莫斯如果不尽快进入缠斗阶段 恐怕会在战力阶段遭到猛烈的打击 考虑到张维莫经验方面的优势 大概场面上是个六四开的样子 但莱莫斯的重击非常狠 把张维莫QO掉也不是没可能 希望张维莫小心围上 涉险过关 六四开 看好张维莫降服或者是判定神 莱莫斯的话暴冷KO获胜 请不吝点赞订阅